新报业媒体信托主席,许文远先生。 新报业媒体集团总裁,张丽玲女士。 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女士。 联合早报的编辑记者们,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很高兴今晚能够和大家一起庆祝联合早报的百年报庆。 这是新加坡华文报历史上一个里程碑,意义非凡。 让我在这里祝贺联合早报生日快乐,越办越好,更上一层楼。 早报这一百年来,一步一脚印,不断创新求变,才能够屹立不倒。 大家都知道,早报的前身是1923年由成家庚先生创办的南洋商报, 和1929年由胡文虎先生创立的新洲日报。 当时,这两位华社领袖办报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让当地华侨了解家乡情况, 也是为了教育民众,当然还有他们自身商业的考量。 从那时起,这两份报纸便和新加坡一同成长,并见证和记录了我国多个重要的历史事迹。 例如1965年,新马分家本地的南洋商报和新洲日报也从马来西亚的同名报纸分到扬镳。 我国的这两份华文报充分地发挥新加坡媒体的角色,加强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 1983年,南洋商报和新洲日报合并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联合早报。 早报承载了一代代新加坡人的集体记忆。 今时今日,早报不只是服务本地读者的华文媒体, 也让外界听到和了解新加坡华人社会独特的声音和观点。 早报能够成为本地乃至亚洲具有权威的华文媒体,取决于三大要素。 第一,客观报道,贴近民心。 早报团队坚守新闻从业园的操守,详实报道,还原新闻事件的真相。 因此,他深受读者信赖,并且始终是读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相信许多人都和我一样,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阅读早报。 尤其在今天的数码时代,即便面对许多新媒体的竞争, 早报依然以专业与高水准的报道和精辟的分析,持续吸引读者的眼球。 在冠病疫情期间,早报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为读者提供关于疫情最及时、最准确的消息。 这有效遏制了假新闻的传播。 第二,造福社会传承文化。 作为新加坡的主要华文报、早报也有社会使命, 在加强国人的身份认同感和社会凝聚率方面,不断地做出贡献。 记者和编辑们以高度的敏感性和细微的洞察力, 为读者梳理复杂课题的来龙去脉, 帮助他们更深入了解许多和他们息息相关的政策以及国内的发展。 尤其在现今信息碎片化的大环境里, 这有助于凝聚国人的共识,对保持社会团结至关重要。 此外,早报举办各种文教活动,不但丰富了我国的多元文化遗产, 也积极发扬我们独特的华族文化。 例如,早报所举办的定格百年摄影展,利用照片来记录对新加坡的回忆。 早报也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到新加坡,促进文化交流, 为本地的文化界注入活力,也让世界了解新加坡的文化生态。 第三个要素,以新加坡视角看天下大事。 早报最宝贵的特质之一,就是你们一直以来以独特的新加坡观点报道国际事务, 同时也是个提供多元理性观点的平台。 例如,在报道有关两岸三地的新闻时, 早报提供自己的独立分析,从新加坡的立场来解释局势的发展。 早报也刊登来自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和中国等不同观点和评论, 让本地与海外读者更全面地掌握信息,分析实施。 这就是早报和世界上其他华文报有所区别的地方, 也是早报独有的价值。 在现在的国际环境里, 各国不仅试图利用言论影响彼此的人民, 甚至设法左右境外媒体的立场, 他们还希望用种种方式说服其他国家的人民站在他们那一边。 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抗拒它。 为了对抗这样的影响,早报必须维持清楚的编辑立场, 并拥有足够的独立内容,才能继续为新加坡发声维护新加坡的利益。 早报绝对不能被其他人利用来散播一些对新加坡不利或不符合国情的言论。 在刊登外国作者的文章或评论时, 早报也要确保读者清楚知道这些人在替谁说话, 同时明白这些言论并不代表早报的立场。 否则,读者可能会质疑早报是不是失去了独立性,或者是在选边站。 当然,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日益严峻, 许多媒体机构,包括早报,也不可避免地被指责偏袒某些国家。 有些人说早报的报道支持中国的立场。 也有人说早报的分析倾向美国。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新加坡媒体, 早报必须竭尽所能,避免被他人左右以维护自己的公信力。 我很欣慰,早报坚守自己的核心原则, 在报道新闻时一直保持客观、独立。 这也是早报能建立良好的信誉和口碑的原因。 除了来自国际局势的挑战, 早报也面对另一个难题, 那就是日信越野的数码科技, 已经颠覆了整个媒体生态, 并且彻底改变了人们或许信息的方式。 这个趋势不仅影响了早报, 几乎每个印刷媒体都必须面对。 即便是习惯每天看报的人, 也未必看印刷版报纸。 我们身边年纪较大的朋友, 也有不少人改看电子报了。 所以,Uncle,Auntie们也意识到, 时代不同了。 要跟上时代的步伐, 我们就要活到老,学到老, 不断转换新技能。 我很高兴看到早报和医安理工学院合作, 推出勒林数码学堂, 让学生一对一,学生当老师, 指导年长人士学习上网,看新闻, 以及掌握其他有用的数码技能和知识。 有了年轻朋友的鼓励与陪伴, 年长一辈掌握新科技时, 感到更加轻松,也更有信心。 久而久之,大家的生活都越来越离不开数码科技。 从小就生活在这种环境的年轻人, 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根本不需要靠一份报章或是一家媒体得知天下事, 而更可以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平台获取资讯。 找报面对的艰巨挑战是在竞争激烈, 选择众多的网络世界里,突围而出。 找报也的确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尝试, 并且有不错的成绩。 例如,找报最近做了街访, 问国人的退休计划以及他们对共同前进配套的看法, 并将访问制作成视频, 把老百姓最真实的反应呈现在观众面前。 这个视频在YouTube的观看次数如今已经超过6万。 在找报的脸书上,观看的人数多达22万。 除了在YouTube、Instagram和TikTok发布视频, 找报也制作其他的数码内容, 包括专属的播客平台和新闻直播节目等。 题材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由此可见, 找报对时代潮流以及受众的喜好非常敏感, 甚至要继续获得受众的青睐, 就必须不断求新求变, 一步步转型成为全方位媒体新闻平台。 找报能突破自我,是一件好事。 但没有人知道,媒体业在未来十年还会有什么变化, 人们的媒体使用习惯又会经历什么样的改变。 就如李慧玲社长所说, 游墨未到的时代已经快要结束了。 十年后,报纸游墨在手指上留下的印记, 或许只是我们这一代人脑海中的回忆。 但无论新闻的传播方式如何改变, 不会改变的是, 我们必须继续拥有高素质和客观的新闻报道, 备受信赖皆有影响力的新闻工作者, 以及能够凝聚和启迪一代代新加坡人的华文媒体。 而我有信心, 找报会随着需求的改变,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时俱进, 继续履行它的社会使命和历史任务。 这也是政府拨款资助新报业媒体的原因, 因为我国需要优质且具有权威和影响力的主流媒体。 今后,政府依然会助早报一臂之力, 让你们继续做新加坡人信赖的新闻和资讯来源。 以及贴近民众生活的良伴。 回顾早报一百年,最值得我们敬佩的, 是在慢慢路上抵立前行的早报人。 是你们的努力和付出,成就了今天的早报。 其中,编辑和记者更是一份报纸的灵魂人物。 早报的采访和编辑团队为读者带来了深入浅出的新闻报道。 你们坚持追求真相,并且精益求精。 今天很高兴看到很多资深报人也到场, 一起庆祝早报这个里程碑。 如果没有你们打下的基础, 早报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谢谢你们。 常言道,前人种树,后人成凉。 过去一百年,一代代早报人不畏艰辛前赴后继, 让早报从一棵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 如今,这棵树已经枝叶繁茂,硕果累累。 但我想,新一代的早报人并不只想在这棵大树下乘凉, 而是要像你们的前辈那样,继续做浇灌和滋养他的种树人。 这样,早报才能在新时代里,辛火相传,再攀高峰。 我们今晚要肯定的,不仅是早报这一百年来对新闻事业的作业贡献, 更是早报今后在启迪民智、传结国人和参与国家建设所继续扮演的重要角色。 祝愿早报再接再厉,为下一个百年继续谱写辉煌的新篇章, 成为更有影响力,更加出色的世界级华文媒体。 最后,祝愿大家在这个中秋佳节圆圆满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